欢迎来到我们的体育网友节目 今天我们有三个精彩的体育故事要和大家分享 首先,我们的剑手们在亚洲奥运资格赛中 奋力争夺巴黎奥运的入场券 虽然面临激烈的竞争 但他们展现了不屈不挠的斗志 接着,我们转到棒球场 林哲轩在经历了手术和恢复之后 回到球场上,以猛打赏的表现 帮助球队取得连胜 他的故事激励了许多年轻选手 最后,我们要谈谈利物浦在英超联赛中的最新情况 他们在争夺冠军的路上遭遇了重挫 让球迷感到心情复杂 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 在一片热情与竞争的氛围中 新加坡的剑手们在阿联酋为奥运梦想而战 据联合早报报道 新加坡派出了五名剑手参加亚洲奥运资格赛 希望能够在男子重剑和男子配剑项目中 争取到宝贵的奥运入场券 在星期六的比赛中 斯图剑彤和陈维佐分别在八强和16强赛事中止步 虽然他们未能直接获得奥运资格 但他们的努力和坚持仍然值得赞扬 斯图剑彤在男子重剑项目中表现出色 他成功击败了去年在柬埔寨东南亚运动会上的对手 菲律宾选手和赛以15比13的比分再次战胜对手 晋级八强 然而在八强的比赛中 他不敌越南名将阮福登 遗憾落败 而陈维佐在男子配剑项目中 首轮比赛就以14比15 惜败给约旦选手塔拉 无缘进一步的比赛 在星期天的比赛中 新加坡队派出了陈阳 可丽娅和王杰敏 分别参加男子花剑 女子重剑和配剑项目的角逐 其中23岁的可丽娅为了再次获得奥运资格 特地飞往德国进行训练 她以世界排名第64的成绩 成为女子重剑项目中排名最高的选手 另一方面 在台湾 中职富邦汉将的林哲轩 则展现出了不同的战斗精神 据中央社报道 尽管林哲轩年纪已至35岁 且开季表现不佳 但她依然是球队的支柱之一 在对抗卫权龙队的比赛中 林哲轩凭借自己的经验和决心 敲出了在剑安打 帮助球队取得了本季首都的三联胜 她表示 知道自己年纪到了 不能每天都先发出场 但她期许年轻选手能够慢慢成长 带领球队走上正轨 林哲轩的故事 是关于经验与智慧的胜利 而新加坡剑手们的故事 则是关于年轻与梦想的追求 无论是在剑道上 还是棒球场上 运动员们都在用自己的方式证明 只要有坚持和努力 就没有什么是不可能的 他们的故事激励着每一个人 无论是面对挑战 还是追逐梦想 都要勇往直前 永不放弃 在一个充满激烈竞争 和不确定性的体育世界中 每一场比赛都充满了故事和转折 从英国的足球场到台湾的棒球场 每一刻的辉煌与挫折都在塑造着球队和球员的命运 在英格兰 利物浦足球队的冠军希望在一场与西哈姆的比赛中遭遇重挫 这场比赛以2比2的平局收场 让利物浦的冠军之路变得更加艰难 根据《联合早报》的报道 这场比赛是利物浦本赛季倒数第四轮的英超联赛 原本是他们不容有失的一战 却意外地与胜利擦肩而过 比赛中 利物浦与西哈姆的较量充满了戏剧性 从迪亚斯的射门集中立注到博文的投球破门 再到安东尼奥的铁头攻颁平比分 每一个瞬间都让人心跳加速 同时在足球世界的另一角落 利物浦队的未来也正在发生变化 英国广播公司BBC报道 利物浦已与荷兰球队菲燕诺 就斯洛特下赛季接任克洛普率位 一事达成协议 斯洛特的加盟 意味着利物浦将开启一个新的篇章 他在菲燕诺的成功经历 让利物浦的球迷对未来充满了期待 转战到台湾 终止球季的激战也同样吸引了众多目光 根据中央社的报道 乐天桃园队在经过整修后的桃园棒球场 迎来了他们的回家比赛 并以1比0击败了台岗雄英队 球场的整修不仅改善了设施 还带来了更多的灯光秀 为观众提供了更加精彩的观赛体验 而对于球员来说 球场的改变也意味着他们需要适应新的比赛环境 比如球的弹跳情况有所不同 在这场比赛中 桃园队的羊头威能帝展现了出色的表现 七局无师分驻队拿下胜利 并获选为单场最有价值球员 MVP 威能帝的表现不仅展现了他的实力 也证明了回到主场的桃园队在精神上有了更加稳定的支撑 对于桃园队来说 这场胜利不仅是对球场整修的最好回应 也是对球队未来的美好展望 无论是在英格兰的足球场还是在台湾的棒球场 每一场比赛都在书写着属于他们的故事 胜利与失败 光荣与挫折 都是体育竞赛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而对于球队和球员来说 每一次的挑战都是成长的机会 每一次的胜利都是向梦想迈进的一步 在这个充满激情和梦想的世界中 他们的故事将永远激励着每一位体育爱好者的心 在一场充满激情和紧张气氛的棒球赛中 忠信兄弟和统一师的比赛 延长到了令人屏息的延长赛 这场比赛不仅是一场对技巧和耐力的考验 更是一次精神层面的较量 中央社报道 师队在11局上取得了2分的领先 但兄弟队的陈子豪不甘示弱 轰出一击追平2分炮 将比分扳平 最终 在一次意料之外的爆头中 兄弟队抓住机会获得胜利 这场比赛不仅仅是胜利那一刻的喜悦 更是对每一位球员意志和团队合作的考验 在另一场备受瞩目的比赛中 芝加哥小熊对阵波士顿红袜 展现了他们强大的实力和坚不可摧的团队精神 中央社报道 小熊队的日本级投手金勇生态表现出色 主投6点1局仅11分 帮助球队以7比1大胜对手 金勇生态的出色表现 不仅为他个人赢得了第四场胜利 也为小熊队在国家联盟中区的排名增添了分数 他的精准投球和队友们的火力支援 共同书写了一场胜利的片章 与此同时 乐天桃园队的小胖林洪玉 在个人生活中也展现出了不凡的毅力 中央社报道 林洪玉在休赛季成功减重 不仅改善了自己的身体状况 还将控制饮食变成了一种兴趣 尽管林洪玉热爱制作甜点 但她现在选择将自己的作品分享给他人 而不是自己品尝 这种自我控制和对健康的重视 不仅让她在赛场上的表现更加出色 也让她成为了一个更加成熟和自律的人 这些故事 无论是在赛场上的较量 还是球员在生活中的自我挑战 都展现了人们在追求卓越和胜利的道路上 所展现出的坚持和努力 每一次比赛 每一次训练 甚至每一次生活中的小小挑战 都是他们成长和进步的机会 无论是陈子豪关键时刻的二分炮 金勇生态在投球中的冷静与精准 还是林洪玉在生活中的自我挑战和进步 都让我们看到了体育精神的真正含义 不仅仅是在赛场上的胜利 更是在生活中不断挑战自我的勇气和决心 在体育的世界里 每一场比赛都不仅仅是对抗 更是一段故事 一次旅程 从英超的绿英场到台湾的棒球场 再到篮球场上的较量 每一刻的汗水都在诉说着不同的故事 在联合早报所报道的英超赛场上 热刺和阿深纳的北伦敦得比战格外引人注目 热刺战队在这场关键的比赛中面临着巨大的压力 他们必须在主场取胜 以保住下赛季征战欧洲冠军联赛的希望 热刺主帅波斯特科格鲁深知比赛的重要性 他和他的队员们在没有比赛的两周里 通过刻苦训练准备这场比赛 期待能够在对阵阿深纳这样的强队时取得胜利 而阿深纳则在忙碌的赛程中保持着良好的状态 他们的主帅阿特塔对球队充满信心 而在中央社报道的台湾职业棒球界 乐天桃源棒球场迎来了一场特别的比赛 曾经效力于乐天桃源队的王伯荣 蓝英伦和郭勇为 作为台岗熊英队的成员 回到了他们的前东家主场 当熟悉的应援曲在球场上响起时 无论是主队还是客队的球迷 都跟着音乐跳起了应援舞 这一幕展示了体育赛事中的友谊和尊重 在篮球场上 中央社的另一篇报道讲述了 新北中信特工队球员阿巴西 在商誉付出之后的精彩表现 在他26岁生日的这天 阿巴西攻下全场最高的34分 帮助特工队以121比99 大胜高雄全家海神 对阿巴西来说 这不仅是一场胜利 更是一份特别的生日礼物 特工队总教练李一华和球员们 都对即将到来的季后赛充满期待 他们希望能够保持状态 完成未免的目标 无论是足球 棒球还是篮球 每一项体育赛事都充满了激情和挑战 球员们在场上的每一次奋斗 都是对胜利的渴望和对梦想的追求 而对于球迷来说 每一场比赛都是一次心灵的洗礼 一次情感的交流 在这些故事中 我们看到了竞技体育的魅力 也感受到了体育精神的力量 在一场充满激情和挑战的体育盛事中 来自世界各地的运动员们 再次展现了他们的才华和勇气 从新加坡的羽毛球场 到台湾的跳远赛场 再到巴黎奥运的预备 这些故事不仅是关于竞技体育的较量 更是关于跨越界限追求梦想的灵魂之旅 联合早报报道了2024汤姆斯杯 继尤博杯决赛的精彩瞬间 新加坡女队在成都的尤博杯揭幕战中 面对东道主中国队 尽管以0比5的大比分落败 但新加坡女双选手金宇佳的态度却令人钦佩 她表示 面对实力强大的中国队 新加坡队员们重在参与 尽力就好 这场比赛不仅考验了新加坡女队的实力 也锻炼了她们的心智 在这场比赛中 新加坡的杨家敏和金宇佳等选手 虽然未能取胜 但她们在比赛中的坚持和努力 展现了运动精神的真谛 尽管面对强敌 她们没有亲言放弃 而是勇敢地接受挑战 用自己的实力和毅力赢得了尊重 而在联合新闻网的报道中 我们看到了另一位台湾跳远小将林玉堂的坚持与奋斗 在生涯首次出战田径钻石联赛中 她以7公尺63的成绩拿下第八名 尽管这个成绩并未能让她站上颁奖台 但林玉堂的教练蔡一达认为 林玉堂的状态不错 只是助跑比较生疏 对林玉堂来说 这次比赛是一个宝贵的经验 也是她通往更高舞台的一次尝试 中央社则带来了一则极力人心的消息 国际奥林匹克委员会 IOC主席巴赫宣布 预期有6至8名巴勒斯坦运动员将出战巴黎奥运 这不仅是对这些运动员个人的认可 更是对运动精神的肯定 巴赫的声明传递了一个强烈的信息 无论来自世界的哪个角落 只要有梦想和努力 就有机会站在世界的舞台上 这些故事 无论是新加坡女羽球队的坚持不懈 台湾跳远选手林玉堂的勇往直前 还是巴勒斯坦运动员即将登上巴黎奥运的舞台 都向我们展示了体育的力量 它不仅是一场场竞技比赛 更是一个个关于追梦 坚持和超越自我的故事 这些运动员用他们的汗水和泪水 书写了属于他们的传奇 也激励着每一个有梦想的人 无论面对多大的困难和挑战 只要勇敢地迈出步伐 坚持到底就能实现自己的梦想 谢谢大家收看以上节目 这是我们的编辑团队为大家搜集 整理的认为有价值的信息观点 但是并不一定代表我们立场 不作为任何行为的建议 欢迎大家为我们的节目点赞 订阅我们的频道 谢谢